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圣经学者都归类为耶利米苏的附录 其目的不但是神的应许必然成就 也用于显示神借着耶利米的预言是准确无误的 接着我们来看圣经的内容 耶利米苏第51章 我要打发外邦人来到巴比伦 我养他 是他的地空虚 在他遭祸的日子 他们要周围攻击他 拉弓的要向拉弓的和灌甲挺身的射箭 不要灵犀他的少年人 要灭尽他的全军 他们必在迦勒敌人之地被杀扑倒 在巴比伦的街上被刺透 以色列和犹大虽然境内充满违背以色列圣者的罪 却没有被他的神万军至耶和华丢弃 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奔 各救自己的性命 不要陷在他的罪孽中一同灭亡 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 他必向巴比伦施行报应 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 是天下沉醉 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 巴比伦忽然轻负毁坏 要为他哀好 为止他的疼痛 拿乳香或者可以治好 我们想医治巴比伦 他却没有治好 离开他吧 我们个人归回本国 因为他受的审判通于上天 达到穷仓 耶和华已经彰显我们的公义 来吧 我们可以在西安报告耶和华 我们神的作为 你们要磨尽了箭头 抓住盾牌 耶和华定义攻击巴比伦 将他毁灭 所以激动了马带君王的心 因这是耶和华报仇 就是为自己的店报仇 你们要树立大旗 攻击巴比伦的城墙 要兼顾亮望台 派定守望的设下埋伏 因为耶和华指着巴比伦居民所说的话 所定的意 他已经作成 住在众手之上 多有财宝的啊 你的结局到了 你贪婪之量满了 万军之耶和华指着自己启示说 我必使敌人充满你 像马蚱一样 他们必呐喊攻击你 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 用智慧建立世界 用聪明铺张穷脏 他一发生 空中便有多水激动 他使云雾从地脊上腾 他造电随影而闪 从他腹库中带出风来 各人都成了畜类 毫无知识 各银医将都因他的偶像羞愧 他所住的偶像 本是虚假的 其中并无气息 都是虚无的 是迷惑人的工作 到追逃的时候 必被除灭 雅各的分 不像这些 因他是造作万有的主 以色列也是他产业的支配 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 你是我征战的斧子和打仗的兵器 我要用你打碎列国 用你毁灭列邦 用你打碎马和骑马的 用你打碎战车和坐在骑上的 用你打碎男人和女人 用你打碎老年人和少年人 用你打碎壮丁和厨女 用你打碎牧人和他的群处 用你打碎农夫和他一对牛 用你打碎省长和副省长 我必在你们眼前 报复巴比伦人 和迦勒底居民在西安所行的诸恶 你这行毁灭的山就是毁灭天下的山 我与你反对 我必向你伸手 将你从山岩滚下去 使你成为烧毁的山 人必不从你那里取石头为防角石 也不取石头为根基石 你必永远荒凉 这是耶和华说的 要在境内树立大旗 在各国中吹脚 使列国预备攻击巴比伦 将亚拉拉 密尼 亚什基纳各国招来攻击他 又派军长来攻击他 使马匹上来如马诈 使列国和马代军王与省长和副省长 并他们所管全地之人都预备攻击他 地壁震动而疾苦 因耶和华向巴比伦所定的旨意成立了 使巴比伦之地荒凉 无人居住 巴比伦的勇士窒息征战 藏在尖垒之中 他们的勇力摔尽 好像妇女一样 巴比伦的住处由火着起 门栓都折断了 好报的要彼此相遇 送信的要互相迎接 报告巴比伦王说 城的四方被攻击了 渡口被占据了 围堂被火烧了 冰丁也惊慌了 万军之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巴比伦城好像踹骨的河场 再过片时 收割他的时候就到了 以色列人说 巴比伦王尼布加尼萨 吞灭我 压碎我 使我成为空虚的器皿 他像大鱼将我吞下 用我的美物充满他的肚腹 又将我赶出去 西安的居民要说 巴比伦也强暴带我 损害我的身体 愿这罪归给他 耶路撒冷人要说 愿留我们写的罪归到迦勒底的居民 所以 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为你申冤 为你报仇 我必使巴比伦的海枯竭 使他的泉源干涸 巴比伦必成为乱堆 为野狗的住处 令人惊害 痴笑 并且无人居住 他们要向少壮狮子咆哮 向小狮子吼叫 他们火热的时候 我必为他们设白酒席 使他们沉醉 好叫他们快乐 睡了长觉 永不行急 我必使他们向羊羔 向公民羊和公山羊下到宰杀之地 士沙克何竟被攻取 天下所称赞的何竟被占据 巴比伦在列国中 何竟变为荒场 海水涨起 漫过巴比伦 他被许多海浪遮盖 他的诚意变为荒场 汉地沙漠 无人居住 无人经过之地 我必刑罚巴比伦的彼勒 使他突出所吞的 万民必不再留归他那里 巴比伦的城墙也必坍塌了 我的民啊 你们要从其中出去 个人拯救自己 躲避耶和华的烈怒 你们不要心惊胆怯 也不要因境内所听见的风声惧怕 因为这年有风声传来 那年也有风声传来 境内有强暴的是 官长攻击官长 日子将到 我必刑罚巴比伦雕刻的偶像 他全地必然暴溃 他被杀的人必在其中扑倒 那时 天地和其中所有的 必因巴比伦欢呼 因为行毁灭的 要从北方来到他那里 巴比伦怎样使以色列被杀的人扑倒 照样 他全地被杀的人 也必在巴比伦扑倒 你们躲避刀剑的 要快走 不要站住 要在远方纪念耶和华 心中追向耶路撒冷 我们听见 辱骂就蒙羞 满面惭愧 因为外邦人进入耶和华殿的圣所 耶和华说 日子将到 我必刑罚巴比伦雕刻的偶像 通过受伤的人必哀恒 巴比伦虽升到天上 虽使他坚固的高处更坚固 还有行毁灭的 从我这里到他那里 有哀嚎的声音 从巴比伦出来 有大毁灭的响声 从迦勒迪人之地发出 因耶和华使巴比伦变为慌常 是其中的大声灭绝 仇敌仿佛中水 波浪喷轰 响声已经发出 这是行毁灭的领到巴比伦 巴比伦的勇士被捉住 他们的弓折断了 因为耶和华是施行报应的神 必定施行报应 君王名为万军之耶和华的说 我必使巴比伦的首领 智慧人 省长 副省长和勇士都沉醉 使他们睡了长觉 永不行及 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 巴比伦宽阔的城墙 必全然倾倒 他高大的城门 必被火焚烧 众民所劳碌的 必至虚空 列国所劳碌的 被火焚烧 他们都必困乏 由大王西底嘉在位第四年 上巴比伦去的时候 马西亚的孙子 尼利亚的儿子 希莱雅与王同去 希莱雅是王公的大臣 先知耶利米有话吩咐他 耶利米将一切要临到巴比伦的灾祸 就是论到巴比伦的一切话写在书上 耶利米对希莱雅说 你到了巴比伦不要念这书上的话 又说耶和华 你曾论到这地方说 要坚出 甚至连人带牲畜 没有在这里居住的 必永远荒凉 你念完了这书 就把一块石头 拴在书上 扔在柏拉河中 说 巴比伦因耶和华 所要降与他的灾祸 必如此沉下去 不再兴起 人民也必困乏 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 第五十二章 西底家登基的时候 年二十一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十一年 他母亲名叫哈姆他 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 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 是照约雅境一切所行的 因此耶和华的怒气 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 以致将人民从自己的面前赶出 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 他作王第九年十月初十日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 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 对城安营 四为竹垒工程 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十一年 四月初九日 城里有大饥荒 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 城被攻破 一切兵丁就在夜间 从靠近王源两城中间的门 出城逃跑 迦勒底人正在四为攻城 他们就往亚拉巴逃去 迦勒底的军队追赶西底家王 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 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 迦勒底人就拿住王 带他到哈马地的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 巴比伦王便审判他 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重子 又在利比拉杀了犹大的一切首领 并且弯了西底家的眼睛 用铜链锁着他 带到巴比伦去 将他囚在尖里 直到他死的日子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十九年五月初十日 在巴比伦王面前势力的护卫长尼布萨拉旦 进入耶路撒冷 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 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 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 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 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 那时 护卫长尼布萨拉旦 将民中最穷的和城里所剩下的百姓 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 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 但护卫长尼布萨拉旦 留下些民中最穷的 使他们修理葡萄园 耕种田地 耶和华殿的铜柱 并殿内的盆坐和铜海 加勒底人都打碎了 将那铜运到巴比伦去了 又带去锅 铲子 辣茧 盘子 条羹 并所用的一切铜器 杯 火顶 碗 盆 灯台 条羹 绝 无论金的银的 护卫长也都带去了 所罗门为耶和华殿所造的两根铜柱 一个铜海 并坐下的十二只铜牛 这一切的铜多得无法可乘 这一根柱子高十八轴 后四只是空的 为十二轴 柱上有铜顶 高五轴 铜顶的周围有网子和石流 都是铜的 那一根柱子照此一样 也有石流 柱子四面有九十六个石流 在网子周围共有一百石流 护卫长拿住大祭司西莱雅 副祭司西藩雅和三个把门的 又从城中拿住一个管理兵丁的官 并在城里所遇常见王面的七个人 和检点国民军长的书记 以及城里所遇见的国民六十个人 护卫长尼布萨拉旦 将这些人带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 巴比伦王就把他们击杀在哈马地的利比拉 这样 有大人被掳去 离开本地 尼布贾尼萨所掳的民数记在下面 在他第七年掳去犹大人三千零二十三名 尼布贾尼萨十八年 从耶路撒冷掳去八百三十二人 尼布贾尼萨二十三年 护卫长尼布萨拉旦 掳去犹大人七百四十五名 共有四千六百人 犹大王约亚金被掳后三十七年 巴比伦王已为米罗达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使犹大王约亚金抬头 提他出奸 又对他说恩言 使他的胃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胃 给他托了囚服 他终身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 巴比伦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 日日赐他一份 终身是这样 直到他死的日子 小牙开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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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